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我們接著 剛才是先講到第七個功德力 那麼現在講第八個功德力 善男子第八 世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 若善男子善女人 余活在世若滅度厚 有人能得是經典者 盡信如是佛生 令等無益 就是讀到這一部經 就好像是我親眼見到的佛陀 不是只有看到佛陀 而且是直接的聽到佛陀 為我說法 太耀世經受詞讀誦書寫頂代 如法奉行說禁 所以不是只有聽法 更重要的是如法修行 如法奉行 兼顧戒忍、兼行、談度 持戒、忍入、還有談度 談度就是不思佛羅蜜 這個度就是佛羅蜜的意思 所以它不只是如法奉行 還修了持戒佛羅蜜、忍入佛羅蜜 還有不思佛羅蜜 當然啊 其實六度佛羅蜜 它都有修 深發慈悲 以此無上大聖無量逆清 廣為人說 你看從前面講到這裡 每一個功德都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知道這部經很好 我不是只有自己讀 我不是只有自己修 更重要的是我努力的去弘揚 廣為人說 若人先來都不信有罪福者 那如果說我們所分享 所說法的對象 他從來就不相信罪福 罪福就是因果的道理 他戀佛法最基本因果的道理 他從來都不相信 可是呢 以是經是知 我們還是很有耐性的 慢慢跟他分享這一部經所說的道理 講無量力啊 講沒有分別啊 講空觀啊 講假觀啊 講真理啊 講俗地啊 色種種方便 強化令性 方便就是舉一些例子 讓他知道 像佛陀的例子嘛 或者是說我們自身 過去修行很多煩惱 過去修行很多障礙 可是後來我用無量力的道理去思考 障礙也是我的正面性 煩惱也是我的正面性 活得很順遂 活得很艱難 通通都是我的正面性 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那如此生活越來越自在 這個就是我自己自身的例子嘛 用自身的例子 當作一個方便為他來說法 強化 能夠增強他的信心啊 那麼依著這一部經 本身具足的功德力的關係呢 發其忍情 能夠讓這個聽法者 奇怕他的智慧 忽然得回 這個字唸忽 這個是忽然的古字啊 忽然 一個悟在一個心 那個是同一個字 這個人本來連佛法最基本的 英文的道理都不相信 但是突然忽然 他可以反轉過來 要怎麼樣 發信心 對於佛法也具有相當的信心 那信心即發 勇猛精進 故 能得是精未得是力 得到的果 所以這個聽法者 他本來連英國都不相信 可是後來可以 因為我們努力 為他分享 講一些實際的例子 再加上這一部經 本身他的功德力 那這個聽法者呢 就能夠回 回轉過來 對於佛法具足信心 對於這一部經具足信心 然後好好的修行 同樣都能夠得到等果 這個德國我們可以講 他或許可以得到 小乘的戳果到四果 甚至於他可以得到 大乘登地以上的菩薩佛衛 都有可能 端看他的法型 所以喔 世物善男子善女人 急於世神得無聲法人 得至上帝 所以聽法者有得到功德 他能夠得到德國 那說法者呢 也是相當不可思議 至少能夠急於世神 就是這一世 就能夠得到無聲法人 無聲法人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解釋一下 無聲法人 有的 有的口學詞典裡面的注釋 會講說無聲法人就是無聲忍 有時候他可以這麼解釋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在經典 就在同一頁裡面就出現了 無聲忍跟無聲法忍這兩個名項 所以是不是要告訴你們 在這個地方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 無聲忍就是剛才講到的 無忍當中七地八地九地 菩薩所修的忍 那那個忍的對象叫做 針對根本無名 無史無名 那這裡的無聲法忍的忍字呢 忍叫做忍可於心 可以寫下來 忍可不可以的可 於就是對於的於心 就是我們這個心 忍可於心 那無聲法忍的意思就是 我對於無聲的這個道理 法就是道理 我對於無聲的這個道理 忍可於心 那忍可於心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什麼樣的境界 不管我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順境也好 逆境也好 這個道理 強烈堅固的住在我的心裡面 永遠不會動搖 這個叫忍可於心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講 我們歸於三寶 我們是三寶的弟子 歸於佛歸於寶歸於神 可是呢 當我們面臨這種 這個生命當中巨大的困難 困境的時候 比方講遇到鬼好了 比方講或者是說 什麼什麼 冤魂藏身 這時候我們會還在那邊 歸於佛歸於法歸於神 很多人不會 很多人幹嘛 轉回去拜些什麼 王爺公 王母娘娘 或者是觀聖地君 叫什麼 這一次 有沒有 這時候就忘記了 原來我是歸於佛歸於法歸於神 那代表什么 对于信心没有足够 对于佛法的道理 没有人可于心 所以这里讲到的 无生法人的意思就是 我对于无生的这个道理 人可于心 不管我有沒有遇到鬼 不管我生活顺不顺遂 不管我的身体好不好 我有沒有面临生死的问题 这个无生法的道理 我始终都强烈坚固的 著作在我的心 不会有丝毫动摇 这叫无生法人 那无生法人是 菩萨要出地以上的菩萨 才能够证到无生法人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 出地以上 所以一地二地三地 到一地十地等觉妙觉 他们通通都有证到无生法人 登地以上的菩萨 那登地以上的菩萨 刚才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 他已经有解脱生死轮回的能力 但是出地到七地的菩萨 他怎么样 福或论身 留一丝丝的烦恼 让自己能够在三界当中 继续轮回来度化众生 然后八地以上的菩萨 就没有轮不轮回的问题 轮不轮回的分别 度不度众生的分别 但是不管如何 只要是登地以上的菩萨 他对于他通通都证到无生法人 那再来什么是无生法 简单就是 不生也不灭的道理 就是无生法 换句话说 不生不灭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佛性 所以 师父告诉你们说 你们都有佛性 众生都有佛性 当我们 这个过得很舒适 很舒服的时候 嗯 我有佛性 这个众生对我很好的时候 嗯 这个众生也有佛性 可是有时候 对这个众生骂我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想到说 嗯 他有佛性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道理 没有人可理性 所以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的道理 不生不灭指的就是正面心 也就是佛性 只有出地以上的菩萨 他遇到了任何境界 这个道理永远都不会动摇 这是无生法人的意思 好 所以 我这边讲到是第八个功能 读这个心的人 他就能够证到无生法人 至少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 然后呢 与诸菩萨 以为眷属 所有的菩萨 通通都是他的眷属 所以 修行不孤单 修行不孤单的 不退菩萨为伴侣 所有不退位的菩萨 其实都在我们身边 跟着我们一起努力修行着 只要我们的心量够大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到 就算看不到 我一定 我有信心 我也能够感受到 好 这个 菩萨以为眷属 然后 素能成就众生 敬佛 国土 这里强调的一点就是 每一个佛陀 他都有自己的佛国 净土 然后在那里度化的众生 像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 我们米勒菩萨是都算净土 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 那娑婆世界是净土 还是会土呢 跟佛陀无关 跟我们的心有关 我们的心是亲信的 娑婆世界 它就是个净土 我们的心是武拙 充满了武拙烦恼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 娑婆世界就是会土 那每一个菩萨 他都要做一件事情 他要成就自己的佛国净土 然后这个佛国净土 不是给自己住的 而是要怎么样 接引众生来到自己的净土 来听我讲经 然后解脱生死了 回最后成就佛道 这个是每一个菩萨 都会发的共同大愿 所以这边讲到 读诵这部无量异经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成就这个大愿 自己成佛 然后成立一个佛徒 度化无量的众生 来到我的佛国净土 来听经文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能够真正成就佛徒 然后建议众生来听经文法的话 有一个重点一定要做到 《回魔节经》里面讲到 随其心静 则佛徒记 我的佛徒有没有成就 我的佛徒亲不亲近 关键在哪里 我的心亲不亲近 众生有没有能力来到我的佛徒 关键在哪里 众生的心亲不亲近 如果有朝一日 我的心亲近了达到一百分 众生的心亲近了达到一百分 那是不是就等同于 我的心跟众生的心没有差别 所以真正成就佛徒 最圆满的意义的意思呢 它应该是说 去体会到我的心跟众生的心 一样是圆满的 是没有差别的 这才是真正的成就众生 敬佛伯徒的生意 所以它不是在事项上说 我要修很多的功德福报 我要跟很多众生结缘 我要说很多的法徒 把众生都接过来我这里 不是这个事项上的意义 真实理善的意义是说 我一定要体悟到 我的心跟众生的心 心活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 这才是正确的 这才是这句话里面的深意 不久得成无上菩提 不久就能够成就活到了 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 第八个功德力 接着我们讲 第九个功德力为何? 善男子 第九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 我善男子善女人 若活在世极灭度后 由得世经欢喜踊跃 也得未曾有 都是相当的喜悦来听到这一部经 读众受持书写贡养 你看又因为众生讲经 广为众人分别解说是经义者 即得素叶于罪重障一时灭尽 这是第九个功德 我们此生乃至于过去生 应该讲 现在我们还在生死轮回的原因为何? 就是因为有业力存在 就是因为有业障暴障 烦恼障的存在 所以我们还在生死轮回 还是凡夫啊 没办法成就活到 可是这里讲 好好读这部经 好好的弘扬这部经 所有的重障能够在一刹那间 就一时的灭尽 靠这部经的功德力 缘为何? 一句话 有一段话 有一段话 我们这边讲的那一段话是什么 心若灭死罪欲吧 最好 罪重新起将心灿 心若灭时罪亦完 心亡罪灭两句空 事则名为真忏悔 我们要忏罪 那罪从哪里来? 从我们心而来嘛 那现在帮你做一件事情 请问你的心在哪里? 你找得到吗? 找不到啊 这个所谓的 把罪业给造就出来的那个心 从来就不存在啊 我们的心从来就是清净法真 从来就是圆满的佛性啊 所以何来的我的心造就了罪业 这种差别 都是我自心清净的如来造 去体悟到这个道理 这个过程叫做去体悟无量意 为什么是无量? 无量意识就是没有分别 没有天人阿修罗之间的分别 没有善业得善罢 恶业得恶罢 没有地域二维出生的分别 唯一有的是什么? 就是佛性 就是光明自在清净的佛性 体悟到这个道理就叫做无量意 那如果说还是有这些对异分别的话 那就不是无量意 那既然是无量意的话 怎么还会有业报呢? 怎么还会有诸业罪战的存在呢? 所以体悟到无量意的话 我们过去所谓认为 那个实有的罪业罪战的话 马上就能够消融掉 就像刚才讲的那句话 醉从心起将心颤 罪业都从心而来 可是我去找心 心从来就不存在 或者是说 我的心从来就是光明骗照 清净法生 替你切除的清净法生 跟诸佛无而无别的 那既然无而无别 从来就没有造罪戳 造罪出罪业 然后让我轮回六道的这件事情 那如此体会 所有的罪业就能够一时灭尽 是这个道理的 所以不要从事项上去理解说 太好了 努力去读这一部经 罪就可以消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讲 理佛一拜 罪念和杀 念佛一生 福真 无量 也是这个道理 你在理佛的那个当下 能理所理 性空极 感应道交难思义 在理佛的那个当下去体会到什么 我跟佛无而无别 既然是无而无别的话 当然我的诸业罪障 我们就能够一时消融了 根本就没有这些罪障 也是同样的理解方式 知道 所以能够一时灭尽 辩得清净 一时思绪连结不善 毕竟是反复 可是得到无碍变才的话 能够从头讲到尾 让你听到 听了一节的时间 好像只有一天的时间 这么短 这个叫得到变才 赤地庄严诸波罗蜜 这个波罗蜜 师父也跟大家补充 因为我们对波罗蜜的认识 只有六度波罗蜜 不失耻见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罗蜜 另外在华言经里面 有讲到有十个波罗蜜 除了六度以外 还有第七叫做方便波罗蜜 第八波罗蜜叫怨波罗蜜 第九波罗蜜叫利波罗蜜 第十叫做至波罗蜜 方便波罗蜜的意思就是 我具足了无量能的能力去度众神 度众就需要方便 这叫方便波罗蜜 那什么是怨呢 怨就是真正像地藏菩萨八个大怨 我没有解脱生死能回 我还是蛮苦 或者是我没有成佛 可是我就是要度尽一切中生成佛 这个叫怨波罗蜜 利波罗蜜的意思是说 我的所作所行啊 不是只有嘴巴上讲讲的 而是真实有功用的 真实有众生 真的被我度了 真的被我度 然后成就佛道了 真正有产生利用了 最后一个去波罗蜜 这个字指的就是佛制 清净的佛制 法外经里面讲佛的知见 然后佛制 这十个佛罗蜜呢 刚好相应于菩萨的十地的火味 从初地到第十地 他们分别所专修的就是 布施一直到最后的方便愿力制 十个佛罗蜜 十度嘛 相应于菩萨的十地 菩萨专修 比方讲初地的菩萨 他比较专修布施波罗蜜 然后赫地呢 就修持戒波罗蜜 以此类推 所以到第十地的菩萨 他已经圆满了佛的智慧的波罗蜜 所以等同于佛了嘛 跟佛无二如别 所以可以很快地 获得诸布罗蜜 然后呢 获诸三昧 首任言三昧 首任言三昧就是佛的大地 路大总持们 总持就是对一些佛法呢 能够圆荣无爱 得情精进力 真正的精进力呢 就是修而无修 很努力不叫真正努力 努力到都不知道 我有在努力 那才叫真正的努力 好 所以一样 睡觉睡到 我不知道我在睡觉 那才叫真正的睡觉 废话 如果睡觉 还知道说 我有在睡觉 那你没有睡着啊 这是我乱讲乱讲 乱讲 得情心性 然后能够数月上帝 能快地震到地上以上的果位 善能分身 善体骗十方活 拔记一切 二十五有 二十五有 其实就是指三界六道众生的这种扩展 二十五有你们听一听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操了 大概 二十五有包括四周 四大部周 东南西北 东盛城中南正部周 西牛活周 北巨路周 然后再加上 四二驱 地狱二鬼出生 再加阿修流 这样就有八个 然后再加上六玉天 玉剑的六天 四天王天 兜塞天 燕火天 道立天 換六天 套王自在天 六个天 然后再加上 大半天 大半天 就是初禅的第三天 叫大半天 然后再加上五祥天 五祥天 五祥天就是四禅有九个天 对不对 那四禅的第四个天 叫做五祥天 是外道的人修禅定公布 他能够升到四禅天去 禅定公布很深 他可以一直住在那边不动 可是禅定公布消失的时候 他又会继续轮回 甚至于下渡 再加上 刚才讲到的四禅当中 这个五祥天 在以上有五个天 叫做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三国的圣人 阿那汗国的圣人 住的地方 阿那汗国的圣人 他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正到三国的话 我们不会在这里 我们会在四禅的 这五个天 五成天的任何一天 叫五不还天 我们就会在那边继续用功 直接用功到我们成就阿鲁汉 这个中间过程 我们绝对不会再 堕到生死轮回当中 这个叫五不还天 然后二十五有还包括了 四禅天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再包括了 无色界天的四个天 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这样加起来 总共有二十五个轮回的机会 可以这么讲 这二十五个轮回的机会 叫做二十五有 大概有这个佛法的名项 它其实就是把三界再把它扩展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它把它扩展起来 或者它也可以讲 它就是六道众生 天人地狱阿修罗 天人修罗地狱二百出生 把六道的扩展成二十五种 类别 让我们去融合 这个叫二十五有 它能够拔击一切二十五有的众生 让所有的众生来继解脱 世故事情有如此力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 第九个功德力了 那如果要讲的话 世故会认为 第九个功德力最重要的就是在于 因为体会无量意的道理 所以一切的罪障能够一时灭尽 为什么一切罪障能够一时灭尽 因为无声嘛 罪从哪里来 从心来嘛 所以我的心根本找不到 所以从心而生的罪障根本 从来就不存在嘛 那自然而然也就没有罪好 让我消融啊 罪好让我灭啊 没有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清净的佛性 体会到清净的佛性 罪障当然一时一瞬间就会被给 整个就消融掉了 就没有了 这是第九个功德力嘛 那第十个功德力呢 继续来看 善男子 第十四经不可思一功德力者 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活在世级灭度后 若得世级发大欢喜深稀有心 极字受持读读读书写 书写供养如说修行 不能广劝在家出家人 受持读读书写 共量解说无妨修行 既定于人修行 誓经立故得道的佛 藉由是善男子善女人慈心劝华离故 这个白话文我们不讲 这个都蛮简单的 主要就是在讲说 读这一步讲自己可以发心读 也可以劝其他人 跟着一起用心来修行 那功德还没讲到 功德在下面 是善男子善女人 急于世身便带不量诸陀罗尼门 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他可以在这一世的生命当中 可以很快的得到 无量的陀罗尼门 陀罗尼门师父教导大家 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式 就是对于佛法的道理 圆容的了解 陀罗尼门我们可以想 他有另外一层解释叫做 初露自在 什么叫做初露自在呢 就是初是代表什么 为众生言说 叫初 那露是什么 我把佛法的道理 拿到我的心里面 自己来领受 这个叫露 所以初露自在叫陀罗尼 于凡夫帝自然初始能发无数 祝阿森奇弘士大愿 读五亮意金 就能够真正的发起大愿 而不是只有嘴巴上讲讲而已 为什么能够发真正的大愿 因为发而无发 我发愿要度众生 但是我体会到一件事情 终生跟我无而无别 体会到这件事情 才能够叫真正发起度众生的大愿 如果你还有一种就是 我在救你 我在帮你 我在给你佛法 有这种能跟所的话 那不是真正的大愿 都还是有分别心在里面的 所以一个道理大家可能知道 叫三轮体空 三轮体空很好用 而且也很重要 你用得好的话 你可以入到佛性 你可以解脱生死 甚至于你可以成就佛道德 三轮体空其实也是 如果要跟新国众生三无差别 也是能够发上更好的 比如说三轮体空修久了 你就能够体会新国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 生能发救一切众生 成就大悲寡能救我 能够真正救度众生 发起大悲怨心 厚极善根劳逸一切 这个累积自己的福的资料 然后这个福的资料 不是自己受药 分享给众生 和言法则红润枯和 能够把众生的心 用甘乳法语去教论它 得到伐喜 得到滋润 以众法药 炼诸众生 安乐一切 这个法药 附在众生的心上 身上 让众生得到安乐 渐渐超灯 住法云地 前面这么如此的用功修行 度化众生之后呢 慢慢的就能够见到 超灯住法云地 法云地是菩萨的 第十地的果位了 十地刚才讲到 以十佛罗密来讲 他修的是什么 智佛罗密 他这个智指的是佛智 以刚才讲到的无忍 从福忍 信忍 顺忍 无神忍 到最后的吉涅忍 吉涅忍也是这十地 法云地菩萨所修的